欢迎收看112年6月7号的港独新闻 我是庄舒婷 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高原科技大学长期财务状况恶化 教职员薪水给不出来 被教育部列为专案辅导学校 所幸台岗集团捐助2.8亿帮助学校免于废校风险 台岗为了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也承诺未来会让学校成为精致企业型大学 提供学生良好的学习技能环境 高雄市议会进入总质询 面对原住民议员 针对原住民启示 健康医疗和居住正义等原名相关议题 市长前期迈表示 目前都还有很长的路要努力 期盼市府局处重视原民的权益 让人人生而平等 高雄市议员黄绍晴在总质询中 再度要求市府要积极向中央争取高铁延伸 不要断送了平坦南北高雄商业发展的最佳契机 另外黄绍晴也指出 高雄整体地心结构 在于市府近年招商影子策略错误 长久下来将会远远落后六都 要求检讨调整招商策略 高雄市议会的用力滑起来龙舟队 选在正中午的时间 舍弃无休时间 加紧脚步赶紧练习 根据教练的指令 学习基本动作与技巧 希望在比赛的时候 能打赢市府队 眼看来势汹汹的议员队 展现出必胜的决心 市府队也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拿着滑奖卖力的滑亚滑 高雄市的议员们 在正中午的时间抓紧脚步 在议会前广场 开始龙舟队的教学集训 由高雄市副议长曾俊杰击鼓 议员们跟着鼓点 用力向前滑 喊出一二一二的口号 壮大声势 议员队动作整齐一致 展现出这次队上市府队 想要击败对手 赢得胜利的决心 大家都觉得很新鲜 那其实如果我们一起 努力来练习 我们相信我们准备好了 请市府队拭目以待 不只副议长 有打趴市府队的自信心 高雄市议员们也信誓旦旦 跟着教练的指示 加强基本动作 议员们深信 再多几次练习 拿到冠军不是问题 我们相信说只要节奏掌握得好 技巧掌握得好 我们一定可以赢市府队 而且我们有秘密武器 当天才会推出来 请市府队拭目以待 这次议会队还有市府队 其实大家都在有在 网路上隔空在较劲 我们也期待议会队 可以涌夺夹击 我想虽然很多议员同仁 都是第一次 但是我想我们议会队 有信心可以赢市府队 我觉得默契 我们平时大家在议会 其实都蛮有默契 然后再训练个几次 我相信应该冠军就是我们吧 其中高雄市议员张翰忠 十年前就有参赛经验 华旗奖来动作十分老练 我组了一个张翰忠演服务团队 去跟人家比赛 有多过奖 我担心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很简单 但是要打赢市府队 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早在比赛前的周末 议员队就实际在水上进行练习 现在天虽然大家都很生疏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船 在滑行的速度蛮快的 我还以为有装了莫达在下面 可能是男生的力气都很大 所以我们反而好像觉得还蛮轻松的 市府队与议员队 为了能在龙州赛拿到第一名 努力再努力 而高市府运发局长侯尊瑶 也在旁观看议员队的练习 眼看一场龙州争夺战即将展开 面对来势汹汹的议员队 市府队可得赶紧练习 以免真正上场时差距太大 用力划起来 高雄市议会 记者黄公委中书庭高雄采访报道 高雄市议会进入总质询 面对原民议员 针对原住民歧视 健康医疗和居住正义等 原民相关的议题 市长陈其迈表示 目前都还有很长的路要努力 期盼市府局处重视原民的权益 让人人深而平等 高雄市议会总质询 市长陈其迈针对推动 全民友善原住民教育 与支持族群平等法达询时表示 原住民族不仅是台湾的主人 也是高雄的骄傲 并且以16族群说明高雄为多元文化兼容并序的城市 强调将要促进族群平等 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 并且与诺在地教育等属于地方自治法的相关事项 会邀请专家制定原则 以支持族群平等保障原民权益 所以我们要请教育局 能够邀请同样的我们族群的 熟悉我们族群文化的这些专家 依这个纲领 我们先来制定相关的原则 高雄市先做 也就不用再等 我想这件事情 不管是中一中或者是台大 这个都凸显说 我们其实在这条路上 追求族群平等的路上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在落实居住正义的部分 议员关心社会住宅原民居住的比例 陈其漫也回应 根据住宅法 社会住宅民定落实户的居住比例 原住民意包含其中 好像有一些是比较希望说 能够保持他们这个部落 或者是族群文化的保存 简单讲就是 他可能希望能够在这个住宅里面多几户 那几个住宅少几户 这样他们才能够比较有群居 这种家族的这种 集村的或者是部落的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来研理一下 看在执行上 我们会带这个社会住宅的 这个租用的这个部分 原住民族会碰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为了保障特定身份的落实市民 市府也请都发局 按照住宅法研定 并且参考其他县市 原住民族占总人口的比例 绝对会定定合理的数值 以符合原民族群和文化保存相关的居住需求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 高院科技大学长期财务状况恶化 教职员薪水给不出来 被教育部列为专案辅导学校 但幸运的是 台岗集团捐助2.8亿元帮助高院科大 让学校免除废校 台岗为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也承诺未来会让学校成为精致企业型大学 提供学生良好的学习技能环境 高院科技大学先前因为财务状况不佳 教职员薪资也积欠许久 一直被教育部列为专案辅导学校 差点面临停招 索性台岗集团在5月底及时出手 捐赠给高院科大2.8亿 将教职员薪水都已付清 这场及时雨下的正式时候 教育部在退场审议会中 让高院科大解除专案辅导 很感谢台岗集团在最后的 在5月份的一个时候决定捐资 驿注高院科大 所以我们先在5月29号 获得了台岗集团2.8亿的资金的一个驿注 那依据教育部的专服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呢 我们在年底的时候 台岗集团还应该要驿注 大约1亿9千多万的一个现金的 9千多万资金的一个部分 台岗集团也提到选择高院科大的原因 身为南部企业必须照顾高院的学生 希望能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成为培育人才的腰栏 未来更希望将学校走向精致型的企业科大 所以未来的方向一定是走精致的 而且是一个算是企业型的科技大学 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企业型的科技大学 一般的学校大概都是自己就是纯粹学校 但是高院以后 他就是一个自己经营的学校之外 他的周边有很多个兄弟姐妹 他有比如说台岗集团 他有台湾的一个网通集团等等 他旁边有很多兄弟姐妹可以互相帮忙 所以这样学校的资源会更丰富 我想这样对学校的发展应该是更好才对 台岗集团董事长也表示 高院科大与台岗有多数领域重叠 周边地区资源也丰富 这些都是学校未来发展的方向 学校这个学校的地点是相当好的地点 刚好在陆科对面 往上也可以接到台南的一个光电园区 往南也可以延伸到金属工业中心 所以以这个整个S郎带来看的话 他刚好其实也在郎道上面 所以学校本身如何去利用他现有的资源 然后去结合这个郎带上的所有的园区公司 这部分应该是学校未来应该可以努力的方向 关于教职员寿生 校方也表示 未来会依法协助教职员到台岗集团子公司就业 还有学生反应计划 象征帮助学生装上翅膀 像老鹰一样正翅高飞 在学业与技能上有良好的发展 记者吴家伟和温瑜高雄报道 高雄市议员陈梅娟在议会总质询中向市府建言 除了左南区有些人行步道需要加强修复外 在公园和球场的设施也要多加检视 有伤害到民众的安全疑虑 就要赶紧修复和维护 给市民大众一个安全运动的休息空间 高雄市议员陈梅娟在议会总质询中 向市府单位表示 左南区人口成长 但人行道的品质却停滞不前 尤其在多数人口的社区 走在人行步道上更是充满危机 市府应该尽速争取并提拨相关预算 全面检视有急迫需求性 需要划设或是修复的地方 给社区居民行走上的安全 后舱路就是从左南路到加舱路这一段 它是贯穿了六个里 然后也是我们南指 右舱那边的商业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包括也会有很多的小孩子通学的通情 那这条路真的长年以来已经破损不堪 人行道的破烂跟包括国有路面的破损 都一直急需要我们用市政府尽快来改善 但是因为爱与敬畏相当庞大 那所以都是用羞羞补补的 但是缓不济及 那好不容易争取到说 109年已经终于要做这个规划 但是很可惜改善换代之后就又没有下我的 那当然这几年我还是持续的希望能够把后舱路这一段 能够赶快做一个修缮 能够给我们的居民也好 孩子也好 或者是用路人也好 都一个平安回家的路 另外陈美娟也指出 特色公园利益良善 广阔市民大众的喜爱 但园内的亲子细沙池却隐藏危机 有些杂物例如碎玻璃 就很容易造成幼童的伤害 陈美娟建议 市府单位应该安排适当人力 检视公园设施 提供事实的维护清理 而为了因应南台湾炎热的日照 陈美娟也要求 细沙池上方可以装设遮蔽物 避免孩童过度曝塞遭受伤害 那这个沙坑当然是一个好的设施 但相对它有一个我们让人家觉得隐忧的就是说 因为它没有一个遮蔽的设施 然后很容易有一些树叶 或者一些脏乱的东西 包括前阵子都新闻有报告 或还有一些玻璃碎片会去刺伤小孩子 所以造成孩子在里面玩耍的时候 有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我们也要求说市政府说 当然这个沙坑设施是很好 但是安全的措施一定要兼顾 包括我们的遮阴的设备也一定要有 然后让孩子在里面能够免于 这个安全受到威胁的疑虑 陈美娟对于民众普遍喜爱的篮球场设置 也提出想法 希望市府单位在场地的提供和设备的维护 要多加用心 其中球场周边的铁丝围离 有些破损就要尽速修复 避免让市民大众因为运动碰撞而造成伤害 记者李嘉隆高雄采访报导 高雄市议员张博洋服务处举行搬迁茶会 设置了三明东服务处要深耕三明区 邀请众多里长以及委员李昆泽 甚至是各界的长官都到场共襄胜举 可以看出张博洋虽然是新科议员 仍然受到高度肯定 而他接下来服务处位在大顺二路上 有轻轨为民服务更加便利 高雄市议员张博洋服务处举行搬迁茶会 在门口就可以看到早已摆满了许多祝贺花篮 人潮也相当多 纷纷排队抢着和张博洋来张合照 而当地里长以及李昆泽委员等人也都抽空 出席了这次茶会 上到服务处二楼不大的空间里头 人潮满满满 满到旧块挤不下的程度 着实让人看见了这个笑脸迎人的张博洋 受到许多在地前辈们的支持 其中立委李昆泽就特别表示 不论是在地方 学校或是高雄的重大建设上 自己也常邀请张博洋一同努力 强调他服务很认真 尽管是新科议员仍然受到高度肯定 没有让地方相亲失望 不管是在市议会的问证 表现出来的认真跟专业 实在让大家都肯定 然后对于地方建设 他的争取 地方的会刊 情跑基层 了解问题 这样的态度也是市民所肯定的 对于民众的服务案件 他也非常的积极的认真 台湾激进党主席王兴焕 也出席了这次的搬迁茶会 对于张博洋虽然是新手问证 但是就职半年来静静业业 品质有目共睹 是获得专家的肯定的 这个也让我作为党主席 台湾激进 其实也就是觉得说 我们没有辜负向市民推荐 优质的年轻政治工作人才的 这样子的一个承诺跟责任 那也希望各位乡亲 能够持续的给予鞭策 可以督促 而台湾激进会持续的做 小博的后盾 张博洋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抽空前来 对于这次搬迁的地点也感到相当满意 因为位置就位在大顺二路276号 也是未来的轻轨站附近 为民服务更加方便 所以其实未来我甚至可以跟大家说 我们的服务除了理念服务之外 我们甚至结合高雄市 我们卖卖市长的轻轨成员绿色交通 让大家如果需要来我们服务处 不管是来洽询事情或需要我们这边能够协助的话 搭乘轻轨就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处 张博洋议员努力为高雄打拼各界有目共睹 虽然在推动进步政策上会有很多阻力 但他勤勉团队在问证上要维持好品质 才能让市民肯定年轻人参政的价值 张博洋 加油 李困扎 加油 记者黄共伟 张淑婷 高雄采访报道 高雄市议员黄绍婷在总执行中 再度要求市府要积极向中央争取高铁延伸 不要断送了平衡南北高雄商业发展的最佳契机 另外黄绍婷也指出高雄整体低薪结构 长久下来将会远远落后六都 要求检讨调整招商策略 长期关注高铁延伸到高雄车站议题的 高雄市议员黄绍婷 在第四届第一次总时尋中 再度向市府喊话 要求积极向中央争取 好平衡南北高雄的商业发展 黄绍婷也向市府提供可参考的数据 期盼市府体查名义 不要错过了振兴南高雄的绝佳机会 南港是原来铁路地下化的时候 这个空道就有流啦 我们高雄没流嘛 有流 这已经说过六次了 那还是做得成 你去找一条 我没有流 但是现在 你去找一条 我请问市长现在是不能做吗 你去找 你就回答我是不是不能做 你跟高雄市民回答 如果是不能做 这个议题就结束了 而且做决策在毛治国的时候 就做决定了 你讲这个是已经先过去了 这个大家已经知道不是毛治国了 反复的在讲同样的问题 这个当时中央已经做了决定 这不是毛治国做的决定 我觉得其实高铁进到高雄市区 已经是很多高雄人共同的心愿 那我在这边也真的要奉劝高雄市政府 还有陈其迈市长 不要再找一些奇奇怪怪的理由 请他们可以尽快的去跟中央来做争取 那不管市府所提出了拆迁房子的问题 或者所谓的交通黑暗期 其实任何的建设都是需要经过一些 这样子一个重整 才有办法发挥更大的效果 那高铁进到高雄市区来 对整个高雄未来的发展 百年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陈其迈市长 能够好好的体察民意 能够帮高雄市民到中央去争取高铁 到高雄市区来 另外针对高雄普遍的低薪结构 黄绍廷指出 市府除了要继续鼓励船转型外 在招商科技产业的方向更是要做修正 因为招来的企业在科技设计上占比较少 反而较多的是加工物流和贸易服务 对比六都的总体薪资表现 当然会落后 对此黄绍廷也要求市府 认真面对数据上的呈现 检讨招商成效 不要画大饼做绩效 你说高雄软体圆区 对 多少 应该是数百亿吧 两三百亿跑不掉吧 多少 不太清楚 这个我要去查一下 48亿 所以你说现在亚湾区有三百多亿 罗市长 罗副市长 到117年 陈市长也已经不再是市长 你们这个团队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高雄市民如果想到五年前你在议会说会一千两百亿啊 半夜做梦都会骂你 我跟你说 台北市的软体圆区里面真的就是找IC设计的公司 高雄的软体圆区里面超过七八成都是在做贸易 在做物流 市长这叫服务业 这不是IC设计业 所以既然啊 本市一直在提高雄产业转型我喊 南IC北台基 我希望这个整个半导体的产业链要在高雄形成啊 在整个高雄的产业结构里面还是以传统产业为主 那其实市府择护旁贷要必须赶快把这个高附加价值 或者属于高产值的科技产业把它引到高雄来 那科技产业跟传产的辅导或者进行 其实并没有相矛盾也没有相抵触 那其实很多的城市也都因为高科技的产业进驻而造成它 的整个经济跟景气往上的攀升 的确高雄的薪资的确太低了 我觉得高雄低薪资是因为它本身 产业结构不是属于高薪的产业啦 所以如何引进高薪的产业做产业转型 让大家的薪水可以提升 这个是很似乎应该要容易的方向 高雄市政府可以再加把劲 把台积电真正的落实 把它真的让它到南指来设厂 我刚才在咨询中也提到了 而且最好是以3奈米跟2奈米为主 那IC设计产业的话 也能够用专业的角度去吸引到一些 大的IC设计公司到高雄来 这样才能够带动一个足潮引缝 让大家北部高雄北漂的年轻的工程师 可以回到高雄一个关键 黄绍廷又心表示 工业区黄豹着高雄 船产若是无法加速转型 加上缺少IC设计业的进驻 将无法有效吸引中下游产业更进 对提升高雄整体低新环境 也将是遥遥无奇 记者李嘉隆高雄采访报导 高雄市议员黄柏林在总质询中 向市府提出多项建议 包括如何协助学童建立资讯科技知识 以及微型保险的推动 如何深入帮助弱势族群 在城市净零碳排的环保议题上 黄柏林也感谢市府 争取台湾探权交易所在高雄设立 对高雄传统产业的转型 将有很大的帮助 高雄市议员黄柏林在议会总质询中 向市府提出多项市政建言 黄柏林表示 早在多年前就和民间公益团体合作 成立了科丁联盟 培养学童从兴趣接触科技资讯 到学习编写电脑程式语言 如今科丁教育不仅延展到国中孩童 也可以参与课程 同时区域也扩大到全国 黄柏林建议市府公单位 可以融入此类教育模式 加以辅导或奖励 来鼓励优质学习的孩童 让未来教育上 奠定出良好的国际竞争基础 也能在智能科技发展速度上 跟上脚步成为领头羊 AI时代的数位学习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在学习 透过AI方面的资讯 融入在学习工课程当中 它会更有效果 而且效应更好 而且主要是 它会让孩子觉得学习很有趣 只要让孩子学习很有趣 他就会学得好 这任何事情都一样 就像每个孩子 如果他做任何事情 就像打电动游戏一样 那他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怎么设计 让每个孩子 自己都有设计游戏的能力 而不只是玩别人设计的游戏 那这个方面 我们小一小二 我有小柯丁 我们小三到小六 有Squatch 国中有Python 我们都有一系列的课程 欢迎高雄市小朋友来上 同时我也勉励高雄教育局 我们必须把这些资讯方面的课程 融入在孩子的学习当中 其实它就是一些观念 只要这些观念一打开来 孩子的学习效能就马上看得到 另外对于弱势朋友的关怀办法 王柏林也不吝惜在议会中分享 王柏林表示 微型保险已推广多年 在公单位以及民间团体的协助中 目前已经没合了五万一千人 遇到急难状况时 都可以透过微型保险来申请理赔 解决了弱势族群无利负担的保费 同时在走向人生最后一里路时 都可以安详无牵挂 有尊严的离开 王柏林也感谢市府相关单位的帮忙 让微型保险可以无共接轨道 需要帮助的弱势朋友手上 我要谢谢民政局跟社会局的系统 事实上透过民政局的系统是 让理干事可以多一点关心 去关心这些弱势的市民朋友 让他知道我们市政府有在关心 社会有在关心 建构一个爱的社会 去年已经有五万一千个 拿到这个意外保险 今年会最多 因为我们去年底已经立法 会有七万八千多人 那目前有两万多还在罚包 因为人家捐的才捐五万多 但是在努力中 所以每一个低收 中低收身心障碍轻度 身心障碍中度有补助 还有单亲有补助的市民朋友 应该很快你们就会拿到这个保单 那他是意外死亡三十万 意外失能最高三十万 那这些都是让我们在高雄 可以活得比较安心 然后呢 来照顾社会安全网的一个推广 除了社会关怀以及教育的破坏 黄柏林也关注环保议题 针对城市建林探牌 提醒市府对应策略要及早准备 好好运用设置在高雄的 台湾探权交易所 吸引科技产业的进驻 进一步分享交流 共同为提升高雄传统产业的转型 来努力 记者李佳龙高雄采访报导 高市府都发局针对媒体报导 社宅达成率为六都中最低 对此澄清说是因为市长上任后 新建目标总数上调于一倍所致 若以计划户数成长率来看 高雄反而居六都之冠 市府更将计划户数朝1.5万户的目标迈进 目前首座社宅凯旋青树完成抽签 6月中旬市民即可入住 一早不少民众期待的跟家人来看房 这是5月刚完成抽签的高雄社宅凯旋青树 有媒体曾经报导 高雄市全国六都社宅达成率最低 对此都发局也表示 其实高雄在计划户数的成长率上 才是六都之冠 目前规划新建中的社宅 已经多达1万2千多户 政府也计划朝1万5千户的目标迈进 高雄市我们是采我们地方跟中央一起合作的方式 来推动社会住宅 因为毕竟中央的资源比较多 所以它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 能够兴建比较多的户数 所以呢我们在这两年间 其实我们高雄市所增加的这个社宅的户数 这个成长率应该是我们全台湾算是最高的 那所以呢我们目前呢在我们高雄市 这个我们总共地方跟中央一起合作 新办规划的总共有1万2千655户 那其中呢到去年年底 也已经有8809户是已经绝标 也就是已经进行这个规划设计跟兴建当中了 动土的户数也已经达到7千09户 所以如果以这个两年间能够有这样子的数字 成长率是全国第一了 高雄第一座社会住宅凯旋青树 坐落在林亚区黄金地段 只要有中签的民众 依照顺序挑选房心 在6月中旬就可以安排签约入住 三楼还有拖婴中心 让家长可以安心去上班 在我们凯旋青树 我们这个也有跟社会局 就是办理一个这个拖婴中心 那这个拖婴中心已经在6月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营运了 那它有保留 它有保留一些户数 是提供给我们这个凯旋青树的住户 那所以如果有需求的话 那可以再跟我们拖婴中心那边来洽巡 中签的住户也表示自己非常幸运 能够搬到凯旋青树 周遭环境跟内部设备都非常不错 環境很好 很舒适 对 规划的不错 规划的很好 对 根据高雄市社宅输租办法规定 签约一期为3年 若还是符合资格 可以续约一次 等于最多可以住6年 但若是特殊关怀户 则可以住到12年 记者潘志光和温宇高雄报导 高雄大树区佛光山旁一品店内 日前一尊观音佛像被人整尊抱走了 证明抱走神像的男子 因为受不了良心谴责 将神像丢包在公车站旁 老板发现神像不见了赶紧报警 索性警方透过监视器画面顺利找回 也将证明男子一切到罪嫌 以请桥头递检署侦办 从监视器画面中可以看到 身穿蓝色上衣的成性男子 用外套盖住佛像 接着就将市值23万元的观音佛像 整尊给抱走了 整个过程被监视器给拍了下来 这个事发地点就位在高雄大树佛光山旁的 一间一品店 高雄市大树区佛光山旁一品店内佛像 日前上午遭陌生男子窃取 经本所远警积极调阅监视器 发现切捷 事后尽良心发现 将佛像丢包周遭公车站台旁 警方掌握身份 于8小时内去后判刑承然送办 老板发现佛像不见了 非常着急向警方求助 调阅监视器后发现 这名男子居然将要价23万元的观音佛像 丢包在公车站排旁边 人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影像 透过义务特征锁定这名嫌犯 随后通知他到案说明 人武分局呼吁 华往回回输苏而无漏 枭小切勿心存贪念破侥幸之心 行不法行为 这名男子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这尊佛像 才会下手窃取 事后因为内心受不了良心谴责 才会将佛像丢包在公车站排旁边 虽然这名嫌犯没有将佛像给带回家 但窃盗的行为属实 警方仍然依窃盗罪嫌 已请桥头地检署侦办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不少人都知道喝酒不开车也不能骑机车 但有许多民众不知道喝酒是连脚踏车都不能骑的 因为脚踏车属于慢车 喝了酒判断力下降 骑程还是很危险 因此高市井交通警察大队深入单位宣导 希望加强大家的交通安全观念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这个口号常常听到 因此有不少人会选择脚踏车 当作喝酒后的代步工具 但你知道吗 其实喝了酒 连脚踏车都不能骑 否则将会开罚1200元以上 2400元以下罚还 你知道喝酒后不能骑脚踏车吗 我是不知道啦 其实也不要骑回去 我不知道 可以吗 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骑脚踏车吗 喝了酒是不能骑脚踏车的 因为脚踏车属于慢车 酒驾一样很危险 此外 如果驾驶人酒驾上路 不只开车骑车的人犯法了 搭乘的乘客 也会根据酒驾连坐罚被罚钱 而金额高达6000到15000元 喝酒的人他载你 你自己会被罚6000到15000元 你知道吗 那个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应该不晓得 对 因为我还没有还未知 我不知道 那会不会劝导他 如果他有喝酒的话 我不敢给他载 我不敢给他载 一定会劝导他 干脆坐车好了 你罚那么多的罚金罚不来 因为交通规则时常有变化 有些民众对于心智的法规不太熟悉 而像是酒驾连坐罚 就很多人不知道 因此高市警交通警察大队 到市府环保局 左营以及南子区队 高雄医学大学 市府民政局新兴区公所 和左营海军补给总库 办理交通安全宣导 藉由实际交通事故影片 传达交通安全知识 我们会跟高零者说 如果饮酒了 还不要碰任何的交通工具 包括这个慢车的部分 就是包括他骑的脚踏车 也不要来碰触 因为也是会有相关的法则 也不可以去搭乘酒驾的人 所开的车 所骑的车 这也是有相关的法则 而且是非常的危险 为了打破高雄行人地狱的恶民 远景特别针对停 让行人观念进行宣导 提醒汽机车驾驶行进路口 需要与行人保持三公尺以上距离 避免受罚 也才能让行人的交通环境更加友善 记者 郑光佩庄书亭高雄采访报道 为了不让弱势民众 因为缴不出健保费而不去就医 健保署设立爱心专户 和建制通报平台 让弱势民众 能在善心人士协助之下 缴纳健保费 安心就医 健保署也特别感谢善心人士的捐款 希望有更多捐款人加入 帮助更多弱势民众 罗阿玛因为先生过世 自己又瘫痪握床多年 激进大笔健保费不敢就医 在里长的协助之下 通过健保署的安心专户 大力地来协助 还有我们这个基德慈善基金会 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 也亲自到我们这一个 需要受助的家户 去看到他们实际的状况 那帮他们这一个缴清 这一些健保费的部分 让他们在就医上 至少可以保持一个 不中断的一个状况 印尼籍新住民李小姐 也是积欠健保费 透过爱心专户的协助之下 缴纳健保费 而美农区公所也协助她 找到工作 对于善心人士的帮忙 表达满满的感谢 我老公感爱 谢谢健保 帮忙 我们照顾良的声音 所以她的意思 就很感谢健保局 还有我们公所协力地来通报 让她生活经济 已经获得改善了 针对缴不出健保费的弱势民众 健保署都会运用爱心专户 和跨机构申请公益采训基金 和新著名发展基金 与转介慈善团体 提供缴纳健保费 疾难救助金和生活物资等 协助弱势民众渡过难关 于是这个保费的问题 我们就透过公私协力 换句话说 我们集合社会上 有一些善心人士 医疗院所的帮助 还有我们的工彩的回馈金 我们个案来补助 这些人的保费 让她能够度过难关 为了进一步协助弱势民众 健保署也会主动 和其他政府单位连结 透过通报平台 发掘隐身在社会角落的个案 协助他们找到工作自力更生 因此举办感恩餐会 感谢善心人士的捐款 帮助更多弱势民众 让她在清完这个保费之后 还可以转介到其他的政府单位 例如说劳动部的相关的 技职训练或者是她可以 接近符合低收入户资格 我们转给社会局 让她取得低收入户资格 来解决她后续保费缴纳的问题 台湾的全民健保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医疗照顾服务 让疾病不再成为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 健保署以关怀弱势为愿景 持续集结各方力量 共助弱势 为守护弱势家庭安心就医而努力 接着潘志光内昌邦高雄报导 接下来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根据绕上加黄料 他先生效 improper 请提供按资格 辞职调 与老师 靠坏 更兴致 几十 一定 里根 除网 麦 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石晴气温26-34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石晴气温26-33度 台北基隆陶竹苗地区因短暂雨气温26-34度 想掌握最在地的及时讯息除了准时收看港督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YouTube频道或FB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啰 以上是今天的港督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祝福观众朋友们平安顺心 我是庄舒婷 我们下次再会